Hello大家好,我是木博斯 自从GPTG1显卡基站官方公布信息以来 就受得了广泛的关注 它不是开创者,但它是推动者 在以往我们见过华硕的XG Mobile 态度的RX6600U 还有我们DIY大神首语的一刻乌 它们有着各自的特色 华硕XGM是华硕换系列专用 态度RX6600U是雷电USB4接口 一刻乌是一款非常精致小小的显卡扩展乌 当我们把各家制成融合在一起 那就得到了我们的GPTG1 先开箱看一下 我很喜欢这次G1的外箱 上面的纹路感觉挺有质感的 打开箱子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就是GPTG1的本体了 这小东西配色依然是经典的GPT风格 看一下配件 附带了一根USB4 还有一根电源线 Oklink线是由GPT定制的一条长线 由于G1寄过来的时候已经临近端午节 所以这条线没能及时到位 我们本期视频主要的内容还是先测试USB4为主 把箱子放一边 首先快速过一下外观和配置 本体长22.4厘米 宽11.1厘米 厚度3厘米 这玩意儿比问4也没大多少 本体重量868克 算上所有线材应该在2斤左右 基站正面有Oklink和USB4两种接口 电源位置也位于正面右侧方便开关 背面电源接口 三个USB-A SD4.0接口 两个DP1.4A和一个HDMI2.1 依然保持了GPT传统的接口拉满 顶部进风侧面出风 以确保机器可以稳定运行 机器内部搭载了不可拆卸更换的最新款AMD移动端旗舰GPU RX7600MXT 32CU 2300MHz 后期应该还可以超频一些 8G GDD26显存 最高功耗120W 最牛逼的一点在于GPT-G1显卡屋认知了240W单化假电源 可以通过USB4接口给设备提供最高60W的充电功率 也使得我们如果有移动需求 也不需要携带额外的供电 将便携和性能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与其说它是显卡基站 不如说它是一款超级充电器 上面这些大家都看够了 赶紧看看性能实测吧 目前手头只有USB4的数据 找了一根UKULIK线 但是无法使用 我找出来了Win3测试雷电3 还代表了720P内屏 Win4测试USB4还代表了1080P内屏 还有新款的Mac的2 测试一下新优的USB4 还代表了1600P内屏 测试分为各个机器的内外屏 单机网游 跑分还有接入未接入显卡屋的对比 测试数据比较多测了好几天 希望可以换你手里一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 谢谢 放出数据之前先叠假 当前测试数据仅代表本人手中实测数据 可能受到机器驱动 等一些不可预知和不可干预的情况 数据仅能代表本人真实所测所得出的数据 首先是跑分的情况 先给大家看看Win3Win4 WinMac的27640的原始跑分数据 这个在我们未接入记忆以前 觉得其实还行 核显Windows的设备能有这个表现 其实情有可原的 但是在接入记忆后 好家伙 这分数都是成倍数级的提升 游戏是在Win3中 都有接近6倍的提升了 原始的7600MXT在当前的驱动下 测试获得的TS分数是10347分 也由此可见 在USB4雷电3下的内屏损耗 也来到了20%还要多 这只是跑分 在游戏中的损耗差距只会更多 所以说GPD做其一显卡物 自然是Oculink相对损耗比较小 才考虑去出这样的一款产品 再看一下单机接入前后的情况 在单机游戏这个部分 Win3和Win4都无法实测 打表格2都是在接入G1后无法打开 这两款机器使用的驱动 还是同一款不排除驱动原因 MAX2 7640U正常可以测试 使用的是独立的一个内部测试驱动 这帧数的提升是直接将游戏 从不可玩变为可玩的状态 但是Win3的提升我颇为不满意 毕竟Win3才720P 不排除CPU会成为瓶颈的因素 在Win4和MAX2下 低频线5的提升比较小 这个我怀疑跟驱动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在G1工程机刚给到我的时候 低频线5的帧数甚至还要比核显还要低 这肯定是不对的 最出乎意料的是MAX2上面的代表哥 手动调成所有高画质下 同位接入的9帧猛涨至51帧 这多少带点离谱 我们再来看看接外屏的跑分和单击 接外屏我们是要打开仅2屏的 在接入外屏之后 所有的分数帧数又得到了提升 但是Win3跑分垮了 毕竟我们之前跑分测试的是720P 接外屏测试的是1440P 感觉有点CPU瓶颈了呀 在游戏的测试中又是怎样的呢 在游戏的测试中 Win3竟然可以跟另外两台设备评分秋色 竟然还有高出的部分 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说英特尔的CPU强呢 还是该说雷电连接显卡屋更稳定呢 但不大神们来投个票吧 再来看一下网游的情况 基本就是属于随着分辨率的提升 帧数就低下来了 Win4在测试途中出现了一次断链 在进行重装驱动的时候 核显无法正常被识别为正确型号 但是驱动依然安装成功运行正常 独显无法被识别出来 不知道这是闹了哪门的腰 我们注意到Win3在跑PUBG的时候 帧数对比训练场内低不少 我怀疑是CPU瓶颈了 看了一眼CPU占用达到了3.8GHz 调成3G之后 帧数也只是多了十几帧 在外界显示器网游的测试中 我也得到了答案 Mac的二代更改为3G之后 帧数提升能达到两倍之多 Win3并没有 外界显示器后的性能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外界显示器后不会给机器回传画面 带宽也就没有那么紧张 没有更多的数据交互 所以会表现更好 内屏是可以适应更多的使用场景 而USB4外界屏幕才能发挥G1的更多性能 其实在我看来 这些机器内屏能有这个表现 也是很出乎我的意料的 就这么一块小小的砖头 就能有如此的提升 一根线连接就能随时唱完3A大作 想想其实还是挺魔幻的 难怪有这么多人去搞显卡屋 来连接梦掌机又玩 确实是很爽 再测试一下噪音和发热的情况 先看一下发热的情况 田野圈单烤空耗来到118W 已经吃满了 核心温度仅为78度 室温27度左右 不得不说GPD的散热依然还是很强 再看一下机身的发热吧 热源基本都在底部 这个其实就无所谓了 毕竟G1这种显卡扩展屋 总不会有人拿在手上玩吧 不会吧 不会吧 机器出风口的温度也是挺高的 说明散热效率非常好 G1正面的热源 也是来自散热出风和内置的 单回甲电源 温度也并没有多高 但是这就要吐槽一下了 风扇的噪音还是挺大的 目前驱动还不可以调节频率 不过不用担心朋友们 这个我很早就提上去了 工程师大哥说 后面再改改风扇策略 希望可以更安静一些 不过G1我们可以放到远一点 毕竟这条USB4也有一米的距离了 后面打算竖着放 去网上买个一架电脑支架试一试 其实还有一个测试 在以USB4为连接的时候 收益并不是特别大 就是将CPU的TDP进行限制 其实我们在玩的时候 并不一定需要那么高的TDP 我们也可以将CPU的锐频关闭 限制更低的功耗 以不损失帧数的原则 获得更好的体验 这个测试我们留到Oculink线来到 用那个测试 因为Oculink本身并不支持供电 所以以更低的CPU功耗运行 我们也可以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增加游玩时间 关注我 我会很快就会带来评测 稍带手就给G1拆了看一下 底部四个脚垫内藏四颗螺丝 突然才意识到G1也是五螺丝外漏设计 不过这有啥好趣的 底盖的叫非常粘 拆了半天 拆开之后是另一个底盖 将所有螺丝卸下 就可以扣下来看到内部结构了 内部设计还是挺精妙的 PTB也是根据G1的功能所设计的 单化架电源在旁边包裹隔离放置 看了一下接口确实是排满了 布局还算紧接 也没继续往下拆 不敢动了 G1初上手给我的体验非常的好 做工和质感都是很不错的 毕竟这种小方块 稍加设计就可以很好看 目前体验的USB4的连接 还是非常的舒适 连接快速稳定 我还记得我之前玩 机甲迷你显卡屋 给我整的那就一个难受 USB4下的性能 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是我们之前的GPT Win3 第一代Win Max 还有上的一些支持雷电 和USB4的问掌机 也都可以使用 如果有的朋友 手里有雷电或者USB4的轻薄本 也可以购买一个长长线 毕竟3000多块钱 可以提升一大截的性能 还不会丢失更多的便携性 毕竟机一线卡扩展屋 还支持供电 就当换一个稍大一点的充电器 还能得到这么多的性能 关于这玩意儿跟N卡 哪一款可以拜拜手挖 那就等Oakulink线来了之后 我们再细说 这样一来 我就更期待Oakulink的表现了 目前除了风道略大 其他体验都很好 GPT作为这个问掌机细分领域的开创者 也是带着这条路子摸索着 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设备给到大家 这份精神真的很硬核也很极客 如果不出所料 肯定还会有其他友商跟进这个设计 毕竟现成的作业摆在这了 不抄白不抄 也让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看谁能首先做出便携式N卡的 同用线卡扩展屋好吧 好了 这里是莫布斯 视频制作不易 我会持续更新我的频道 敬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